霹雳一名男子多次鸡肩和强奸妻女 而被控111条罪后 今天再加控7项刑事恐吓和蓄意伤人罪 他不只用刀子恐吓妻子 还对受害者拳打脚踢 被告否认有罪 但推示以保护被告的妻女为由 不准他把外 霹雳一名在政府机构任职司机的42岁无一男子 涉心大起鸡肩妻子104次 性侵三名还在念小学的女儿妻子 而被控111条罪状之后 今天再被押往和封推示庭加控7项罪名 控状指出 被告今年2月到5月期间 在和封花园的住家恐吓38岁的妻子 包括死亡恐吓 以及用刀子指向受害者脸部 抵触三项刑事罚点506刑事恐吓条文 一旦罪成 可被判最高7年监禁或罚款或两者监失 至于第4到第7项控状指出 被告在今年3月到5月期间 在住家伤害妻子 除了掐着她的颈部 长乖脸部 脚踢身体 还猛推受害者头部撞墙 触犯刑事罚点323蓄意伤人条文 罪成者可被判坐牢一年或罚款4000令吉或两者监失 被告否认有罪 推述诺哈沙利纳以保护被告妻女安全为由 不允许被告保坏候审 同时将发函给国家法律援助基金会 向薪资微薄的被告提供法律援助 案件则定12月9号过堂 镜头转向马六甲 一名24岁在酒店打零工的男子 上个星期二晚上8点半 在马林在野花园的一家理发店外 和妻子齐争执后 开始殴打她的身体和腿部 并勒住颈部 导致妻子从五角肌的楼梯跌下 握倒在沟渠旁受伤 被告抵触刑事罚点323蓄意伤人条文 她扶手认罪 推示莫罕默纳斯林表示 身为丈夫被告应该保护妻子 因此她的家暴行为应该重罚 以告诫社会大众 被告被判坐牢8个月 刑期从被告落网当天 也就是昨天开始算起 同样是马六甲 41岁的孟加拉吉被告 两年前迎娶一名育有一女的49岁女子 没想到隔一年 也就是去年的6月13号 被告于晚上10点 在马六甲市中心的住家 性侵21岁 患有精神障碍的妓女 抵触刑事罚点376-3 断轮条文 一旦罪成 可被判最高30年监禁和鞭吃时下 由于辩方无法提出合理一点 因此被告罪名成立 被判坐牢10年和鞭吃时下 两次被判坐牢10年和鞭吃时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